对每个Ultima Business合作伙伴来说 验证都是一个重要的步骤 通过验证 您可以保证系统的合法性和安全性 并从中获得最大的利益 在本视频中 我们将学习如何验证您的Ultima Business账户 进入您的Ultima Business账户 在左上角您会看到您的验证状态 现在在页面右上角点击账户图标 并进入账户设置 您将转入SmartPath页面 在左侧菜单中选择Overification 请仔细填写所有信息 名、姓、性别、出生日期和地点、国籍和护照信息 请注意所有信息需要用拉丁字母填写 重要题是 在填写表格时不要使用逗号 在出生地和由谁签发栏 和点号在姓名栏等其他符号 填写完毕后请点击保存 如果您的证件没有有效期限 您可以在相应字段中输入一个比当前日期晚5年的日期 之后继续填写验证表的第二部分 上传证件照片 您需要上传两个文件 护照或身份证主页面的照片或扫描件 以及您手持护照打开主页面的照片或自拍照 如果申请表上的部分数据位于文件的背面 例如ID卡或身份证 请上传证件的正反两面的照片 确保证件中的所有数据清晰可见 上传证件后请点击验证按钮 接下来进行下一步 填写地址 请仔细填写所有地址信息 请记住您只能用拉丁字母填写验证表 填写完毕后请不要忘记保存更改 如果您居住的国家是欧盟成员国 您还需要通过上传地址验证文件 来确认您的家庭住址 您需要上传护照或身份证主要页的照片或扫描件 如果您没有护照或身份证 您也可以上传其他官方文件 或信用卡账单 水电费收据 政府机构信函 保险文件 银行对账单和电话账单的照片或扫描件 文件必须是上传日期前至少三个月内签发的 请注意文件必须为GPEJ或PNJ格式 如果您的居住国家不在欧盟成员国 则无需证明您的居住地址 请注意 我们接受基于拉丁字母和希里尔字母的语言的文件 如果文件是以其他字母为基础的语言签发的 则需要提供经过公正的翻译文件 一旦您的账户通过验证 我们将立即通知您 如果您的验证申请表有任何问题 我们的支持团队将与您联系 因此请关注您用来注册SmartPass账户的 电子邮件的收件箱